歡迎收看電玩宅宿貝 我是主持人羅特 玩射擊遊戲 大家喜歡拿衝鋒槍往前 Rush 還是拿軍行槍在後面偷打呢 現在有款恐怖生存射擊遊戲 強調玩家之間的團隊合作 才能夠成功生存下來喔 想單純靠火力解決問題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啦 由於之前 Payday 系列開發成員所打造的 全新四人恐怖生存射擊遊戲 GTFO 在日前公開了一段試玩影片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玩家組成了一個小隊 並在類似地下工廠中的場景中探索 而且好像還有任務需要執行 另外可以發現武器的選擇似乎還不少 還能使用偵測儀之類的外掛組件喔 一如之前公布的遊戲風格 GTFO強調團隊合作 小隊群之間需要有良好的溝通與默契 如果玩家把GTFO當成一般打殭屍的射擊遊戲 搶光靠火力來解決問題 那可能會玩得很辛苦喔 可惜目前遊戲還沒公布上市日期 雖然Steam上的搶先體驗遊戲的資訊頁面還在 玩家可能還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玩到了 這段期間不如就先回頭玩一下 黑隊系列吧